负责社区柜台大小事 23岁的妹毕业不久 担任大楼管理秘书 本对年终有所期待 但去年只领到6000元 让她超傻眼 这份工作也做得蛮习惯的 而且也算稳定 所以就不太会说 想要有专职的年头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根据1111人力银行统计 今年年终不仅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平均1.13个月 更创下11年来的新低 不过我们也发现说 今年半导体像是资讯科技业 还是这个年终奖金的常胜均 他们的年终奖金 平均是来到了1.64个月 日语能力N2等级 加上多益900分 双外语优势下 曾领过6个月年终 工时长超过14小时 让他主动辞职 另谋薪职 去年行业大家也知道比较赚 所以年终相对也不错 对 我听到的是大概都是6个月以上 还有电商获利大幅成长4亿 表现好的员工可以领到最多6个月年终 基层员工也有调薪 我们今年的年营收成长的大概是2成左右 第一个我们今年已经做了7%的调薪 那第二公司一定会提拨更高的奖金去奖励谁 奖励表现更好的人 年终象征员工的烤鸡 想要在企业内多领一些 每个人只好多打拼 一一媒体中心采访报道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 谢谢观看